警方日前破获40岁的张姓男子 加班女摄影师或是经纪人 诱骗多名女子拍摄不雅照 初步清查被害人约500人 而截至目前有12个人出面指认 也有人透过社工联系警方 警方则呼吁被害人可以透过匿名的群组报案 身份绝对保密 40岁的张贤被台南警方查获 利用变身器伪装女性 在交友软体上假扮女经纪人 诱骗近500位的女子拍下私密的照片影片 在以恐吓的手段 要求继续提供不雅影片 截至目前仅有12位被害人出面指认 另外也有多名社工主动联系警方 警方查出张贤从2017年开始犯案 作案达五年之久 查扣的电脑手机证物 还有更多的受害者影片 正扩大追查张贤是否散布犯罪影片 致网障难魔力 警方也再度呼吁受害人报案 对此 探论市社会局也提醒 网络交友要注意三不四要 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部位 那不要分享自己的裸露照片 最后一个就是不要去隐忍不当的威胁 那四个要的部分就是遇到问题要求助 第二个就是要报警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要收证 那最后一个就是要移出 张细嫌犯已遭到警方以诈欺 妨碍秘密 额绍性剥削条例 强制恐吓等罪嫌 已送台南定检署侦办 并且深压获准 至今能在积压中 记者文章行 台湾报导